你好,财经揭露,你一折,这套片出阶,7月4日上午,说是说估计 大家好,大家好,没想到,七一假期我们都留在家 打风了,我不是留在家,不过做一做就打风了,可以早点回家 六月过去了,六月对有大部分投资港股的人,我认为都是开心的 好像上周五跌穿二万二,但也不是太差了,整体是吧 还可以的,如果你买得对的,其实还可以的 跌少少这些调整而已,不是太大影响的 是,我们来看看,究竟这个声势究竟来到这里,是否告一段落呢 还是只不过是休息呢,通常在外面现在说,就是说 这个声势是跟习近平来有关的,麻烦了,何志光,yahoo,bombo 在这里 是,这个说说,习近平抵达香港出席活动,港股创下,八个月以来最佳的单月表现 那就是说,就是说习近平来探香港,香港就要升市了 那现在呢,习近平走了,回到北京,那港股就麻烦了 是,我完全不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声势都不明显跟习近平有关 嗯,当然我不会这么想 但是,外面有人就会这么说的 嗯,那第二样东西了,何志光可以看了 中证监 ETF正式纳入这个互联互通,就有四只ETF的 OK,那是盈股基金啦,那是200-200啦 那就加这个科技股指数基金啦 那我们平常说的3033就是有份的 OK,那会不会升市是关于这一样的事呢 这些,这个很正面喔 嗯 你叫大陆人去选股,他很懒 买一只ETF,那收管理费率少 那我买了整个指数,那挺好的 就是大陆人喜欢ETF都不奇怪的 就是不用太大路的嘛 那互联互通啦 那第一样东西就是,如果是说很有钱的那些国内人呢 那其实就哪里都有他们的户口的啦 就是香港有啦,纽约都有啦,瑞士银行都有啦 是不是呢 就是互联互通,对他们来说 不是一件那么重要的事情 那这两个原因,外面就是说,喂,所以六月很坚啊 是啊,那七月就很少会出货啦 有些人会这样想啦 那我们看看这个图啦 何智哥麻烦你,行分主做期货 可以,在这里 是,那这个是六个月的图啦 那其实呢,自三月见底之下呢 就一浪高于一浪地迫上来这个22,600点那里的,OK 是啊,那正正呢,我们上个月,六月很高兴的时候呢 就碰到这个22,500,400,即那里啦 那里啦,那里啦,那里啦 那里是转仓的,期指是转仓的,OK 期指是转仓的,那六月的高兴的日子 会不会是六月的期指好仓 转过来变了期指淡仓呢 七月是淡仓呢,会不会是这样呢 那这个,这个当然啦 一天没走出来,一天我们都不能够说是的 但是我们要小心这件事,因为为什麽 六月尾真的高兴过嘛,对吧 外面那些,衣衣衣衣衣,开始买股票的嘛 那正正是他们最开心的,好仓食糊 那会不会抹个淡仓 那我红色的图图呢,正正也是,星期四 我们还没跌的,我们还没跌的 那跌下来就正正也是,那个转仓位的下面 转仓位的下面,如果我们不能够尽快打上去的话 这个月,某个程度上也都证明到 7月起码开始的时候,就未必会攻顶了,OK 可能要调整了,OK 那也都正正呢,是和外面的消息是配合的 啊,习近平回到北京了,现在这一转就炒完了了 趁好消息出货 那他们这些人就这么说了,那 你看到下面呢,21000左右是一个支持位置 再低一点是2088点那些 那会不会调整到下面呢,其实很正常的 那问题呢,你自己是相信,他玩完了了,这个红市反弹玩完了了 还是相信仍然是一个牛市,不过是一个调整 那来看你自己怎样部署了,这个就啊,OK 那我们看看一张图吧 这张小,我们少给别人看一点的 200-200,H股指数基金 这个是8年的图来的 这个是8年的啊 那踩穿了 9100左右 就滚下去 6000-7000 哇,真是很坚的,不要说 哈哈哈哈 很坚的 就是由12000点飞下去 6000-7000 你看到下面的成交 转过来的 不是网络来的 其实和3033有得挥 就是一个这样的成交 你信不信他会玩一阵那么少啊 就是我想都 就是什么时候升升跌跌的都很难说 但是这些浸资金 我觉得入得来都 都真是留在香港一段时间了 啊,所以 答了大家的问题了啊 就是啊,我们国家主席 习近平离开香港回北京 跟着互联互通ETF 啊,出完这些消息之后 那啊,调整很正常啊 但是应该游戏未完的 ok 啊,那啊 就是因为美股呢 那边呢,其实就挺惊险啊 黄紫江啊,那啊 日圆呢,那些又是很惊险啊 那所以呢,这个升市 我不觉得会是 会是很直接 说升就升咯 就是,坐上坐下 那样的,那样的波幅都不小了 那所以,大家就绑多安全打 啊,那啊 另外一宗 黄紫江,商汤部射四成啊 这个,这个不是 是什么事啊 港市分低 啊 金兽旗就要跌得那么厉害 哈哈哈哈 完了感受期就要跌 跌得那么厉害 我觉得也颇厉害啊 四成啊 厉害啊 看一张图啊 ok 什么项目 哦 20 哦,20 可以 是啊 好恐怖啊 这个跌法 好恐怖 那啊,黄紫江知不知道是双汤啊 听过他,因为他上市的时候 很多新闻 跟着有些东西卡住他 又上不到 又再搞得遲 因为说他 美国说他什么 那些科技 带有这个 军工的色彩嘛 跟着他 他整个上市 还回了些钱 不知道好像一两个星期后 就立刻上回 那些上市的时候都很波折 所以都很有新闻 有印象 就是他背后都是很厉害的 但是这次搞他又不是又是美国因素呢 不是不是不是 他自己自爆的 自己自爆的 可以 可以 根据现在的消息 他自己说 他自己 其实是没有消息之下 可以说没有消息 唯一想到就是 会不会 那些股东减辞 但是股东减辞 会不会这么没有秩序 是不是 还有 那些事就是 之前有些鬼鬼的 首先 我不要说哪些鬼鬼的 我对商汤的印象 首先商汤就是 他说他自己是独角兽来的 TOP的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的软件公司 就是那些人面识别 那些超厉 在镜头拍着一千人 找一个人出来的 超厉 就是他自己说 在香港科学院是有办公司的 OK 那 我自己的理解就是 他不是全中国第一个公司 在我自己的理解 这方面第一个公司 还有其他的 所以我就 因为新股 我就退后两步看 那鬼的地方就是什么 就是 习近平去科学院 会去见商汤这间公司的 嗯 啊 见就倒了 有没有见 为什么见就倒了 这个有点不明白 其实没有见 哦 见不到 就是传了去见 商汤的代表 在下面发问 聊天就有 我见到报道 那会不会这个消息 其实有人想 听我说什么 啊 啊 那还有 会不会 就是有些股东 就是 你这样估计就是 有些事情发生的了 其实 嗯 啊 那很多东西是朴朔迷来的 很多东西是朴朔迷来的 就是 如果我们吹说 我和何志光什么都知道呢 那你就不用听这个 什么政经揭露了 肯定老爆老吹啊 这些 其实 真是 里面很多东西都不知道的 那我想分享一件事就是 其实呢 近期呢 是 很多股票呢 是 入了二十大成交的 啊 二十大成交的 那当中呢 有些 都 怎么说呢 二三线啊 或者是 或者是 有成交 但是大家不太熟悉的股票 那就是换句话来说 市场有钱呢 那些鬼灵精怪啊 小偷啊 打你何包啊 抢你东西呢 那些人呢 就特别多了 现在 所以呢 就选一只股票的时候呢 就是 包括我自己也是 就是 除非 真是 是 买得多的 就一定是 真是 too big to fail的 啊 是 就是 是 那个 是 整个是 top的 啊 一定是最好的股票 啊 选股呢 真的要很小心啊 那还有 不可以 就是徐徐匾匾 这只好啊 呃 主持说到 说到很正啊 那我就这么轻易去 去买啊 因为其实 市场里面 就是这些牛市 不同80年代 90年代 2000年 那种牛市啊 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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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牛市的资金很多 还有呢 很多股票要升的 那现在呢 其实 息升的股票呢 只不过是 就是某一类的 只是 很窄的 其实 那所以大家就真的要 选择得很小心啊 那还有 就是 一不对劳呢 就 懂得指示啊 ok 那 那 有些事情要补充啦 我们 讲漏了图 是 那 那我们刚才说过 六月尾 其实大家很高兴啦 那 冲顶的时候呢 其实大家很兴奋 那 其实呢 在牛红症那里呢 就露了一些玄机 那 那你见到呢 牛症呢 占了七成多的 红症呢 就只剩下27%而已 那 那就是说呢 其实呢 整个场呢 那一般的投资者 都开始质向看好 那 那其实呢 也都形成了 比较大机会呢 那 就 调整有机会就开始了 那所以 重点呢 就是我们刚才那幅图 上面呢 那个圈圈 如果是 下 指数留在下面 即是呢 星期四 恒申指数的收市 那个位的下面呢 那 那 其实大家就要小心啊 加上 牛症呢 是 那么多 那 星期四 是收为21,800点附近的嘛 嗯嗯 那如果下周 我们真的下跌到下面 那大家要 要小心啊 OK 好 好 那什么都好啦 那大家小心点啦 那我们 这个不是投资意见 那请大家 自己资产自己照顾啦 没错没错 好 就这样先